你不覺得太小題大作了嗎 這個廣告本來人家 還不一定會注意到 你們這一稿 不是大家都在看了嗎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他們就是小題大作 不是 我基本上 覺得 失算對不對 覺得就法論法 說真的啦 你要說什麼 侯友宜陣營 我們要施壓媒體 我們哪有什麼權跟錢 我們現在是在野黨 你說我們施壓媒體 我們怎麼施壓媒體 我相信你們從來沒有施壓 只是因為有一家 對他很有聲的媒體 就告訴我說 投票以後 你才能帶來放節目 所有的電視牌 等一下 黃創下跟你說的 他現在不能上節目 要有一家 有一家說投完票在那邊上 所以我們投完票在那裡對不對 我說不是只有一家 因為今天所有的電視台 不敢播這一家 就是說因為我偶爾會笑一家 他現在是講你的經驗 他現在講他本人 你本人的經驗嘛 那我們在講 一家媒體不能上 因為他每次 他每次很奇怪 一張嘴去想要罵侯友 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他就是 有前一段時間 就請我講國際事務 這是兩件事情 因為個人的經驗 跟這影片是差很多的 所以你不要說沒錢沒錢 不能是壓媒體了 現在目前狀況是這樣子 第二個 如果這件 這個影片可以播 那說真的 每個電視台法務 就不會建議這個廣告直播 播 不用管啦 今天國民黨下午不是去控告嗎 製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嘛 如果電視台的法務認為可以播 那所有電視台都會播 可是今天晚上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國民黨主張的 製作權法九十一條的第一項 侵害 明知有這個 侵害製作權法的問題 確實有違反嘛 那等一下黃帝影律師 他可能會講 哎呀 這個製作權法第四十四條 然後六十五條 我先跟大家講 第四十四條裡面講得很清楚 不管你是中央地方機關或任何的人要做重置的話 你只要有害於 駐作財產權的利益不再實現 就是說你侵害到原本這個 這個製作權的利益 你就不再實現了啦 等等 你們以前也做過廣告 也用了那個賴清德 或者是其他人的影像 所以你前面要組裝說說 我們合理啊 合理範圍重置啊 可是你侵害到這個 製作權原本的這個財產權人的不再實現 第二個六十五條是什麼 是你違反到現在著作權 潛在的市場跟價值的影響 這在法院的判決的實力 都告訴大家 這不叫合理營養 這叫違反 這違反啦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在無政地你知道嗎 我也知道 但是 你現在說這個侵權力 好像說你們英小師大嗎 這還稍微 大家有沒有看過 你是怎麼收你 你現在好友的 為什麼大家經營成這樣 我從這裡來看這個社群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讀書 他怎麼搞 但是法條就是這樣寫 我們請律師來講一下 律師來解說一下 他已經說你是傲的了啦 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國民黨要就法論法 要先懂法 判決要看懂 智慧財產法院跟目前的檢方的不起訴書 對於合理引用 這個仿效 嘲諷性著作 其實已經有相關的案例 是你引用 引用四秒 如果你引用四秒 他不會產生市場替代的效果 你不會以為說這個影片 用了前面四秒是國民黨的 你就以為整支影片都是國民黨 他沒有市場這樣子相互影響的情況 他沒有替代的效果 他在目前這個是智慧財產局的函令 也特別講到嘲諷著作 他是威脅仿效 這個在外國的法律上面 包括國內 目前也有這樣的見解說 他就是一個著作權法 六十五條的合理使用 這個是目前的實務見解 國民黨從說違法到現在為止 拿不出有效的實務見解 所以我說國民黨說要就法論法 要先懂法 先把法律搞懂 這個是智慧財產局的函令 那除了這個函令之外 最近的案例 我不要講說很舊的智慧財產 法院判的判 最新的案例是誰 王洪威啊 為什麼王洪威 王洪威他當時做了林志堅的梗圖 他用的是媒體記者拍了照片 那個記者很生氣啊 因為他也不是挺林志堅 可是你用我的照片沒告訴我 他就去提告說你違反著作權 告了王洪威 北檢不起訴的理由 就是這一個 詭諧仿作 就是說你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但是因為基於這個在美國的最高法院 是同意見解 這種揮諧仿作 在美國 日本 歐洲很常見 王洪威可以不起訴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他有揮諧仿作 他雖然沒有經過這個記者的著作權同意 他拿去做梗圖 還是給他不起訴 理由就是一樣 今天拿了國民黨四秒的影片 揮諧仿作 一樣是著作權法 六十五條的合理使用 所以國民黨看到猴的進辦去講說 國內沒有這個見解 沒查清楚 你把智慧財產法院 各級地方法院的交付審判書 跟不起訴書去查清楚 不要說你就罰論法 要就罰論法 國民黨要先懂法 所以今天到目前為止 侯友宜還是用爛訴的方式來做處理 我今天特別把 因為這是我去年跟他打的官司 侯友宜每次遇到這種 我可能今天講不清楚 或者是我今天擔心 所以他就用提告的方式去做處理 這個案子是侯友宜進辦去告賴清德 當時是什麼 幼兒園未要案 這個案子是我代理的 剛好我辦 法院直接打點侯友宜嘛 直接跟你講說 從頭到尾賴清德講的話 都沒有任何謠言的問題 完全沒有相關的散佈謠言 你還去告人家 直接裁定不罰 在判決理由裡面打臉侯友宜 所以今天侯友宜又跑去爛訴 過這個才去年的案子而已 新北未要案 裁定不罰 這案子剛好我打的 所以侯友宜被打臉 法院打臉 打完之後 今天他還要再用這種爛訴去遮醜的方式 我認為是開民主的倒車 我請問您 我們在這個討論話題的時候 用他們的廣告CF 他們也是說告也可以告是不是 也告得成嗎 可以告 但是告不成 我要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roll他們的畫面 只要他們不高興就可以告我們 可以告跟告得成是兩回事 他可以告 所以你說他今天講半天 他是可以告隨便他 但是告不成就對了 對 如果如果真的告得成 王洪威就起訴了 王洪威用了記者的照片 他沒有經過記者的同意嘛 他用了他的照片 他說因為你是 你拿他的照片沒有經過他 林志堅的這個照片 沒有經過記者拍照的人同意 他拿去做這樣的嘲諷 他說法院 檢察官就說 這個是 揮協仿作啊 這個不需要經過他同意 所以直接給王洪威不起訴 同樣的 你去查智慧財產法院 有很多類似這種嘲諷性著作 是沒有法律 就沒有判有罪的 同樣這個案子 只有用四秒 用四秒 他在法律上面 揮協仿作 四秒到底什麼畫面啊 是不是你這一張畫面 他應該是 你這一張畫面 其實我覺得他商量比較大 這個就已經 他一開始是這兩個 就一眼做這兩個的畫面 就趙少康跟侯友宜的畫面 他們模仿孫文跟蔣介石的畫面 然後一開始四秒 他們只有他們四個人 那兩個人 他們不喜歡這樣的畫面 後面這個是民進黨做的 民進黨家的 我覺得這張比較恐怖 所以我認為侯友宜很擔心嘛 因為他一直在講說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 原來後面會召喚回來的是 不管是黑金貪賭 或者是 而且民進黨如果壞一點 而且民進黨如果壞一點 叫大家來猜猜看 這個後面到底有哪一些人 猜對猜越多的 這個中獎越多的 那個能夠得名 然後可以得到獎品 那可以去跟這個王毅川來拿簽名的話 那我覺得恐怖了耶 這一定很多人會去看這部片子 基本上我覺得黃律師的手板 只有前一半 因為揮諧仿座裡面 法院審理最經典教科書裡面的案例 叫樂金 樂金裡面有講得很清楚 揮諧仿座 對於原審理 法院審理的過程 對於原著作的潛在市場 極限的價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是不是以六十 真的有之餓的啦